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愿主耶稣的恩惠平安能够时常与我们同在 感谢主耶稣的恩典能够有机会来到这边和我们大家一同来聚会敬拜神 因为在接下来的这几天能够来到太平洋在这边举行美国总会负责人的会议 也愿主耶稣能够时常看顾太平洋教会与我们大家同在 在今天晚上我们要一同来看的是使徒行传的二十六章 我们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的二十六章 Let us all turn to Acts chapter 26 二十六章的第十六节 十图行传二十六章十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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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 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 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 十七节 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十八节 我猜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从撒旦泉下归向神 又因信我得蒙赦罪 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在这一段是使徒保罗所说的话 So this passage is spoken by Paul 使徒保罗在回想当初神怎样来呼召他用大光照他 并且在这一次特殊的体验当中 让保罗看清楚他人生的价值需要努力的目标 那保罗蒙神选招从此之后人生有了不同的方向 那保罗找到生命的价值使他活出了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而这样的选招不只是对保罗也是对今天你我每一个人 那我们今天一个人生命要怎么样有价值 那人生的价值常常在于对自己人生使命的认知 因为你人生的使命常常决定你人生的方向 而你努力的方向常常决定你最后生命的价值 所以有的人人生的目标很大 所以常常走到最后生命的价值比较高 那但是如果一个人什么都不在意 只想浑浑噩噩地度过每一天 那这样的人生命要找到意义 人生要出现价值就比较困难了 那今天你跟我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那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一定都有自己想要得到的目标 而且不只是一个目标 人生里面可能很多不一样的目标 这些目标有的是短期的 有的是中期的 有的是长期的 有的目标它其实不太重要 有没有你并不在乎 得到很好没有你也没有你也没有关系 但是有的目标却会影响我们的一辈子 不但会决定我们今生人生路要怎么走 更会决定我们人生结束后在神面前能够拥有多少 所以在这里使徒保罗告诉我们 说当神选招他 神给他生命当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目标 那就是要叫那成圣的人来得着基业 而这个目标不但是神给保罗的 那这个目标这个使命也是给今天的教会 还有每一个弟兄姐妹 那如同主耶稣对门徒所说 你们去使万民都做我的门徒 那这个目标今天已经交给你跟我 成为我们的责任是来决定我们今生有没有价值的标准 但在这里神对保罗说 说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基业 怎么样才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呢 在这边讲到有几个神要保罗一定要去做的事情 我们看回来使徒行传二十六章的第十八节 这里说我猜你到他们那里去 要叫他们眼睛得开情练 所以在这边神给保罗的第一个吩咐是 你的责任是让这些人眼睛得开 什么叫做让人的眼睛得开呢 当一个人眼睛看不到 自然而然难以判断方向不知道要何去何从 当一个人眼瞎看不见 自然而然很难判断价值 不知道好坏 像你拿 如果你拿钱给这个看不见的人 拿对一个看不见的人来说 一块 五块 十块 二十块 是很难判断的 摸在手上都是一张 戳来戳去 好像还是一样 可能需要靠着别人的帮助 才能够知道 他手上到底价值是多少 所以肉眼看不见 就找不到你当走的方向 那肉眼看不见 你就很难判断什么是真正的价值 所以在这里 神说你要去使人的眼睛得开 因为看见了 你就知道你当朝什么方向 看见了你就知道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那我们今天很努力的带牧道者来教会 希望他们能够接受信仰 所以我们举行福音茶会 举办 临恩会 布道会 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来认识耶稣 那我们希望人来教会听见福音 那我们希望人能够接受洗礼 能够归入基督 那我们希望人能够祷告得圣灵 能够亲身体验到 能够有亲身的属灵体验 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带领 木道者的过程 那这是我们最在意的三件事情 那就是来教会听道理 认识道理 接受洗礼 得到圣灵有亲身的体验 那这也是我们今天教会 在宣道工作当中非常重视的三件事 那重视这三件事情本身并没有错 要听道 要洗礼 要得圣灵 信仰成为真实 这个并没有错 但是这三件事情不应该是宣道的目标 而是宣道当中过程 自然产生的过程 说这三的确听来教会 洗礼 得圣灵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 按照这里神所吩咐的 是因为听见道理 使他们眼睛得开 从前活在黑暗里面 不知道对错 不知道好坏 不知道神的心意 来到教会 读了圣经 听道道理 明白神的旨意 他知道了对错 那如同一个在黑暗当中的瞎子 眼睛得开 看到自己人生当中的路 所以当我们在带领木道朋友 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 那不但是希望他来到教会听道理 更要帮助他在道理当中 看清楚神的心意 那使得道理不是只是 纯粹一种知识而已 那而是能够真正 看清楚 明白神的旨意 But they are truly able to understand the will of God 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让他们眼睛得着看见 So here it says that God has sent them to open their eyes 我们请翻到以福所书的第一章 Let us turn to Ephesians chapter 1 以福所书第一章的第十七节 Ephesians chapter 1 verse 17 十七节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 将那四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他是八节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他的恩招有何等的指望 在圣徒中得的基业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请念 那在这边保罗告诉以福所教会的信徒 说我们要求神打开我们的心眼 使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今天很多人在信耶稣 那都来教会都读圣经也都祷告 那但是看起来做的事情可能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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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最后信仰生命人生结束的结果可能大不相同 那这差别就在于他有没有看见信仰到底在追求什么 那有人觉得信耶稣就是保平安嘛 那这个我来教会神就要保我平安 让我事事顺心没有问题 那有人来教会只是来社交交朋友的 那来到这里大家有相同的语言 来到这里能够有这个朋友一同来说话聊天 所以今天很多人到教会 但是大家来教会的原因跟目的可能都不一样 那它的差别可能就在眼睛有没有得开 人能不能辨识价值 那并不是说来教会寻求安慰不好 那也不是说不能够来教会寻找朋友 那更不是说不能来教会祷告求神解决我生活上的问题 那这些都可以这些都不是问题 问题在于这是你信仰的全部吗 问题在于这是你信仰追求的目标吗 那在这里保罗说你要看见那为你所预备那天上基业 所带来丰盛的荣耀 而谁能够看到那为我们所存留天上的基业跟那个丰盛的荣耀呢 那只有那眼睛得开的人才能够看清楚 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 It is only those who have their eyes open that are able to see what is truly worth pursuing 那所以我们真的要求主耶稣开我们每个人的心眼 So we really need to ask the Lord Jesus to open the hearts of our eyes of our hearts 因为这个不只是对目道朋友对我们每一个信徒也是一样 求主耶稣让我们看得清楚 让我们知道我们用了一生的努力在追求信仰 我们最终到底想要得到什么 那我们看回来使徒行传的26章 Let us turn back to Acts chapter 26 第十八节 Verse 18 使徒行传的十六章二十八节 Acts chapter 26 verse 18 对不起 第十八节 二十六章十八节 Acts chapter 26 verse 18 这里说 我猜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眼睛得开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从撒旦的裙下归向神请念 Here it says I will deliver you to open their eyes in order to turn them from darkness to light And from the power of Satan to God That they may receive forgiveness of sins and an inheritance among those who are sanctified by faith in me 在这边保罗 在这边神继续吩咐保罗 Here God continues to entrust Paul 告诉保罗说 你要使他们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从撒旦泉下归向神 God says that He must work in order to turn them from darkness to light And from the power of Satan to God 在这边我们看到的是两个改变的要求 Here there are two requirements for change 从黑暗当中归向光明 是生活上的改变 To turn from darkness to light 从撒旦的泉下归向神 是身份上的改变 And from the power of Satan to God 是一个新的改变 所以我们今天信仰到底在追求什么 So today what are we pursuing in our faith? 我们所追求的就是一个新的生活方式 跟一个新的身份的得着 一个人如果信了耶稣 信耶稣信很久 常常来教会 但是在生活上 行为上 言语上 却看不见任何的更新改变 那这样子的人 他想要得救 他本身是有问题的 Then this person who wants to be saved Has a problem 有时候信了耶稣之后 反而比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更坏 And in some cases Those who come to believe in Jesus Are worse off than before they came to believe 那我就遇到过 有一个先生告诉我 Once I met someone who told me 那他说他太太信耶稣之后 哇比以前厉害多了 他说他太太以前生气脾气起来就骂人 哇 现在去教会读圣经之后 神记起来都用圣经的话来骂人 指着他的先生 哇 神的帐要落在你这个恶人的头上 越来越厉害啊 用圣经来骂人啊 所以我们今天信仰录我们要看见的是什么 我们要看到的是所带领的木道朋友 生活上开始改变 生命当中开始更新啊 当然这不是只有给木道朋友 我们自己也要给自己一样的要求 And it's not only for our truth seekers But also for a requirement for ourselves 那我们来看一样好 看以弗所书啊 Let us turn to Ephesians 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的第二十节 Ephesians chapter 4 verse 20 以弗所书的四章第二十节 Ephesians chapter 4 verse 20 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 21 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 领了他的教 学了他的真理 22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 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23 又要将你们的相关 新制改换一新24节 24 并且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人意和圣洁请念 那在这边圣经继续告诉我们说 你们学了基督你就要改变啊 所以我们说我们带领朋友 我们自己在道理上不断地学习 那其实就是道理上的长进 然后放在生活当中对自我的生活要求 听到你不是只是一个知识的学习 而是让信仰成为你的生活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 什么叫做从黑暗当中归向光明 就是脱下那过去在黑暗当中的旧我 然后穿上了耶稣基督的新我 那过去的你这个在世界上不懂道理不知对错 不知道主的恩典 所以你活在罪恶当中 今天的你因为学习了道理认识了基督被神的爱所充满 所以你立下心志活出新的样式 那因为这个是神所托付要我们每一个人去努力并且达成的目标 那我们每个人都要问问自己啊 那从我们信主的时候到如今 我们是不是一个更好的人 那信主之后有没有比信主更好 那今天的我有没有比昨天的我更好 更像耶稣 那因为这个到最后就是神要审判我们 给我们设下的标准啊 那神只要问我们说你有没有努力 你有没有朝着更好的方向来前进 那如果你有尽力你想要变得更好 在神眼中就够了 那所以这从黑暗当中归向光明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必须要看见的改变 那它常常是反映在我们遇到事情处理事情的时候的价值观 那举一个例子就好 这个人 大部分的人对这个钱财总是多多益善嘛 越多越好嘛 是不是 好 那举一个例子来讲 你到超商买菜 你买菜啊 买东西买出来啊 付钱啊 那结果啊 这个cashier 这个收银员他找错钱了 多找给你很多啊 那你知道吗 同样是基督徒可以有完全不一样的反应的啊 那因为有的人会说 哎呀 感谢主 主知道我最近缺钱 派天使这样多给了我一些钱啊 满心欢喜哈利路亚 然后就走了 但是有的人他会觉得说 这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 我一分钱我都不拿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你好傻哦 白白给你的钱你不要 傻里傻气的还把它拿回去还 那但是我们把不是自己的东西放回去 我们至少走得良心平安 在神面前没有愧疚啊 那所以今天基督徒 真正的基督徒我们追求的是什么 追求的是在神面前有个无愧的良心 如果你把这个当作你的生命当中的价值观 你所在意的不是你得到的多还是少 你在意的是神高兴或不高兴 那感谢主你就是从黑暗当中归入光明啦 那接下来他讲说你要从撒旦的权项来归向神啦 那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呢 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六章 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的第二十四节 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 这里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饿这个爱那个 就是重这个轻那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请念 这里说没有人能侍奉两个主 因为他侍奉一人和爱一人 或者他侍奉一人和侍奉一人 您不能侍奉神和马太福音的 那在这边主耶稣告诉门徒也特别的提醒我们 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的主 也特别的提醒我们 那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必须要做一个选择 我们必须要选择说到底谁才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主人 讲实话很多时候跟你有没有信耶稣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我信耶稣了 耶稣基督就是我的主人 对不对 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如果我有信耶稣 自然撒旦就不是我的主人 我们很有把握说我一定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信耶稣我怎么可能成为撒旦的仆人呢 其实不一定的 因为决定你是谁的仆人 他的关键在于你听谁的话 基督是我家之主 你真的有让基督来为你的家做主吗 不知道是不是大家家里有很多人家里都有一个牌子 都有一个牌子 这个牌子上面写基督是我家之主 有没有我家就有一块 几十年来搬来搬去那块牌子还是跟着走啊 所以当你放这个牌子说基督是我家之主 什么叫做基督是你的主 很简单的就是你怎么过生活的 就是你在做选择的时候你以谁的心意为主 那我们今天每天都在做许多的选择 因为你我的人生就是许多选择累积而成的结果 那在我们人生做抉择的时候 请问你是听自己的还是听耶稣的 就决定了谁才是主啊 有多少次我们嘴里说主啊 基督是我家之主 但是实际生活当中我们却把耶稣当成的神灯精灵啊 搓一搓 那个精灵跑出来 哎呀主人啊你有什么要求你有什么吩咐啊 是不是多少次我们到底跟主耶稣是什么关系 我们到底跟主耶稣是什么关系 到底是他是你的主还是你以为你是他的主啊 所以我们告诉主耶稣说 你最好按照我要的给我成全哦 那祷告当中说我就是要这样 我就是要这样 你不给我我生气哦 你不回应告诉你下次我不来了哦 这个是信仰吗 其实这个不是信仰啊 这个不是一个信仰 这只是一个仕途交易而已 一个transaction 一个tray而已啊 你也没有把天上的神当作你的神 你只是把他当作一个交易的对象得好处的方法而已 这是信仰吗 其实这并不是信仰的 因为他并不是你的主啊 所以什么叫做基督是我家之主呢 就是当我们人生当中遇到一些选择的时候 我们有我们个人的preference 有我们的想要 有我们的喜好 有我们希望得着的事 这个没有问题啊 你可以把你的想法 把你的希望 把你的需要 把你希望成就的事来告诉耶稣 但是一个真正的仆人到最后会把决定权放在主的脚前 但是一个真正的仆人到最后会把决定权放在主的脚前 会告诉神说我的生命是属于你的 所以不论你带我往东往西 往南往北 只要是你要的 我就一定顺服 那自然而然 当我们能够有这样顺服谦卑 愿意听从神旨意的一种态度 那不管主耶稣带到哪里 我们都愿意跟从祂到底 那不管人生遇到什么事 我们都绝不放弃 绝不离开我们的信仰 那说这样子的态度 才叫做以基督为我们的主啊 才叫做从撒旦的权下来归向神 那很多时候我们都喜欢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做事 那因为我们觉得说我的人生我做主 那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呢 这个世界也不断地在灌输我们这个观念 你最大 你最重要 你爱做什么 你就去做 不要让别人来影响你 感觉很好哦 我好像我是我生命的主啊 其实是借这个社会借着这样子 让你离顺服神越来越遥远 那因为当你觉得你是掌控你一切 掌控你人生的主宰 当你觉得说这是我的人生 我爱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那神啊如果你喜欢 come along 你不喜欢 too bad 那如果你是用这种态度 那很抱歉啊 用这种态度经营你的人生 到最后你永远都活在埃及的奴隶生活 活在撒旦被撒旦所控制 那因为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从撒旦的泉下归向神 而唯一归向神 成为神仆人的方法就是顺服而已 我有我的想法 但是我相信神知道什么是对我最好的 我有我的目标 但是我相信神能够带领我到更好的方向 我告诉神我的需要 但是我相信爱我的神从来不会让我失望 所以不管我遇到的是什么 我都相信主仍然爱我 因为我是他的仆人 所以这个是身份上的改变 自我认识上的改变 所以在这里神对保罗说 这是托付给你 让这些听见福音的人要得着的方向 也是我们今天在带领木道朋友当中 我们要确定他们有得着的生命改变的机会 当一个人听了他的道 领了他的教 学了他的真理 真正明白道理 他就不用你催 会不断的在道理上长进 当他看见天国的价值不用你问 他自然会要求接受洗礼 当他认识到说 得圣灵是天国的基业的凭据 他自然会拼命祷告要得着圣灵 所以在这里我们再次提醒大家 学习道理 洗礼跟得圣灵 它都只是一个过程 一个自然的过程而已 他不是你的目标 不是你宣道的目标 而是你宣道努力的自然结果 自然的结果 而我们努力的目标是什么 使他们眼睛得开 黑暗中归向光明 从撒旦的裙下来归向神 这是我们的目标 而也是给我们自己的一个提醒 那不只是给目标朋友 同时也是给我们自己的一个再次的提醒啊 那让我们那个眼睛得开 价值观改变 生命能够追求神所要的方向 能够看见天上的经验 能够努力追求最美的最美的最美的价值 那使我们在这个努力了一辈子 投资在我们的信仰人生终结的时候 那走到人生的结束 看到耶稣在等候迎接你回家 那一起来唱诗162首 我就上诗歌鬥100首 唱诗おっ feel m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